好,我们刚刚已经看过UDP的程式设计 网路程式设计方式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TCP 那这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想讲的也就是这个 因为你已经知道浏览器怎么用 但是伺服器是怎么做的 OK 那TCP的程式设计就是 像Web伺服器其实就是用TCP的方式做的 那TCP的方式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它会使用一个叫Thread Thread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的作业系统教科书通常翻成执行序 中国大陆叫县城 这个是你 我相信是各位应该绝大部分的人 从来没听过没碰过的东西 但是有一天你三年级 可能会修一门课叫作业系统 它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形成 什么叫做现成 然后最后你听了一大堆概念之后 你还是不晓得它是什么 那这边呢就实作给你看什么叫做Thread 那Thread的概念我这边有写了 但是我今天不会有时间去讲这个东西 那用C语言来写Thread会怎么样 然后你看C Sharp 我们可以用C Sharp来写Thread 那Thread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 它就是我一个程式呢 它可以变成两个 变成十个一起跑 OK 那这些十个Thread还可以共用资料 这种叫做现成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建立两个Thread 呼叫它Start 它就去执行 这两个一起执行 谁先谁后呢不一定 到最后呢 执行完它会停在这里 这个执行完会停在这里 两个一起收回来 这个程式结束 OK 那这个程式其实它没有做什么事 它就是一直算 一直计算 然后就Count 然后呢就印出来 就印五次 印五次 从零数到四 印五次 那你就会发现它是印出来 0011223344 但是不一定 有时候它会01 然后01 01223344 或之类的 它的顺序是不固定 那以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例子 这个SimpleThread 它就把到底是谁印的给记住 那印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A0 A1 A2这样子 那这种叫做现成 那今天一个WebServer呢 它基本上就要用Thread才容易做得到 所以一个TCP Server 基本上就是通常会用Thread的模式 那它在这里 跟前面跟那个UDP很像 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是说 它Listen的时候 就是要开始等候别人送信息来 那这个Listen可以指定说 我同时最多可以有多少个人连线进来 那10就是10个人 那这里 当有人进来之后 你呼叫Accept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他要接受 接受了之后呢 我要建立一个新的Thread去执行 让这个Thread专门去收这条线 收这条线索对方传来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别人连进来 那你就一直跟他连着 我就写一个Thread的程式 专门去处理你 我就不用管别人 我只要管你就好 OK 那这样的好处就把别人都排除了 这样会使事情变得很单纯 所以用Thread就不会说 我到底现在在服务哪个人我不知道 不会 因为我就是服务你 OK 那最后呢 就是这个是Server 那Server不是建立一个TCPListener吗 那这边就要定义TCPListener是什么 这个Listener有一个run函数 这个run函数就是我 Thread在run的那一个函数 OK 他就在这边一直跑一直跑一直吧 跑什么 跑搜你的资料 只要你有资料进来我就搜 OK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 这种方式 来设计WebServer 那要设计WebServer之前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叫做HTTP 这里又回到了 回到了刚刚的那张图 什么叫HTTP在这里 什么叫HTTP 在TCP以上有一个协定叫HTTP 它是架构在TCP的上面 那架构在TCP的上面 它做什么事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整个Web浏览器的看到的这个东西 它的基础协定 那它有三个 主要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HTTP 一个是URL网址 一个是HTML网页 各位有没有学过HTML 有吧 那所以你现在唯一不了解 应该就是HTTP了 那HTTP其实它的协定很简单 就是它叫hypertest transfer protocol 就抄文字传送协定 其实它跟抄文字没什么关系 但是它跟URL很有关系 那早期它只能够用来传送简单的HTML网页 后来可以传送影像 动画简报什么什么 通通都可以 那这边是一个HTTP的表头 它表头呢 这里get后面就是它那个路径 就是你的像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路径 这个也是它的路径 这个后面就是跟着它的路径 然后所以我们在取得讯息之后呢 就要把这个路径抓出来 我才知道说我要把那个档案抓出来丢回给它 那接下来它就会传送就是说那接收的可以接收的格式是哪些之类的这些讯息 那最后一个content length就是长度 然后host从哪里来 那不一定每个栏位都有 因为其实只要有get这一行就够了 但是最后一定要跟着一个空白行 这是HTTP的结束符号 空白行 就request的结束符号 HTTP请求的结束符号 那最后呢 当server收到这 clive传送来的这一个表头之后 server就会通常是把那个档案取出来 然后丢回去给它 丢回去的时候呢 一样要照HTTP的协定 第一行一定要是像这样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404代表说失败 比如说它请求一个不存在的档案就失败 那这里就会传回404 这是失败代号 OK 那如果成功的话是传回200 那它的传回的形态是什么 写在这个content type里面 test或HTML代表说 它是文字的HTML形式 那content length就是后面这一个档案的长度大小 那这就是HTTP的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看怎么写HTTP的 怎么用HTTP来写WebServer 怎么用HTTP来写WebServer 那在这里有一个程式范例 自己动手设计WebServer 我把它打开一下 这个WebServer呢 你会觉得稍微程式长一点 因为一个WebServer确实需要这么多动作 那其实之前还有一个简单的 就是一个永远传回Hello的WebServer 这个就简单一点 但是我们会直接介绍複杂的那个 因为简单也简单不了太多 还是有这么多程式了 所以我们直接看複杂这个 好 这个程式呢 我们 你可以把它抓下来 就是 剪贴 下来 好 那但是等一下 我干脆把我整个抓在上传给你 你就不用再 抓了 好 那我现在已经把它抓下来 而且不只是有这个程式 不只有这个程式 我还 我除了这个程式以外 我还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放了一些档案 为什么 因为WebServer是 你跟它要档案 它丢回给你 那所以如果 如果没有档案的话 我这个WebServer不知道要传为什么 所以我先放了一些档案在这里面 这个档案就长这个样子 超简单的 这个档案就是 就是一个连结在这里而已 那这个档案也是 就是 一个文字 Hello在这里 那这个为了显示比较复杂的东西 我直接把Google抓下来 放在这里 那你看到这个档案是 就是Google的首页 抓下来的 样子 但是它的 怪怪的 怪怪的 有点慢 好 压 不会当机吧 有啦 出来 好 这个Google首页 但是这个图片不见了 因为抓下来的时候可能没有存图片 好 那这个是WebServer的资料夹里面所存的网页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试试看 好我们现在看到WebServer的资料夹里面有这些 然后我就打WebServer 那你会发现什么事都没有 对不对 那这很正常 因为你又还没进来 当然就什么事没有 那我们就来连进来看看 为了要清楚的示范 我把这个东西呢稍微分割一下 好 那在这里 我一开始先取得index.htm 好 你有看到它这里跑了 有资讯 有资讯印出来 这个资讯是什么意思 就是印出它的表头 印出刚刚传递的表头 哇 当掉了 居然当掉了 好 重新编译一下 好 再试一次 好 OK 这样进去 我再点 它就跑到hello那一页 再回来又跑到这一页 那再点又跑回hello那一页 这边会动 看到吗 OK 那如果我这边直接输入 OK 你会看到 它传回google的那一页 了解是什么回事吗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抓了很多东西 因为google这一页有图 那 这个 层次 可能还有一点小bug 所以刚刚会突然 挂掉 那我看一下它的层次 它的层次是这样 web server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类别 然后呢 就是一直去听8085这个Pol 所以呢 我们这边才会输入8085 为什么不用80 因为容易冲到 所以你可以取一个 通常以web server 如果你只是要测试 我们就用80XX 来测试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把那个网址连接符站下来 然后呢 接受到对方的连线讯息之后呢 就建立一个新的thread 新的线程执行区去跑 跑什么呢 跑listen.run这个函数 那listen的... listen是谁...listen是http listening 所以是这个 http listening 当电 calling RUN在这里 OK RUN在这里 它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接受请求 Request Request是下面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会接受请求 Response会回应讯息给对方 OK 也就是说Web Server会接受请求 然后回应讯息给对方 接受请求 接受什么请求呢 接受请求的时候 它会读一个表头 读一个表头 就是一行一行的读 读到 读到有一个空行就跳出来 有一个空行就跳出来 所以前面都不会是空行 那有一个空行就跳出来 其实这个HTTP的请求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呢 我会读完这个Request之后 读完之后呢 你就会把他的资讯 这个表头放到一个叫head的 的栏位里面 这个head在 在我们这里有 OK 那所以这head的栏位 取得就是这个Request的目的 那取得完之后 做什么事呢 要Response 回应 回应 我就去取这个表头里面 从get到http中间的那一段 为什么要取中间那一段 各位刚刚刚那个 表头里面从get到http写线中间这一段是什么 路径 取路径出来干嘛 好 取路径出来 才能够知道说我应该传回哪一个档案给他嘛 OK 所以呢 取得路径就把路径拿来 然后从 从我 我现在预设的这个资料夹 root 你可以指定到别的资料夹 从这个root开始呢 把路径加进去 就取得 就会得到完整的在你电脑上的路径 在你电脑上的路径用fileinfo去检查一下 它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呢 如果不存在就发anabong就档案找不到 但是如果存在 如果存在 请注意这里用的错误处理里面的丢出例外 丢出例外 那如果 如果没有丢出例外就是 就是正常 正常的话 它就先传回http1.0200OK 为什么传回200OK 因为回应讯息就长这样 所以我要传回这个 200OK 那传完之后呢 再传一个content type 形态是什么 再传一个content length 长度多少 接下来呢 传一个空行 空行之后呢 就跟着把整个档案一直传回去 把整个档案全部 全部传回去 一直传到完结束 连线 这就是http的写定的实作方式 好 那 这个函数type是在 目的是要输出这个 它到底是html还是影像 jpg还是什么 好 那这样子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的web server OK 然后你连线 在这里连线的时候 OK 它进去会取得要的东西 OK 像这样 好 那 你可以修改一下这个档案 那为了让各位不用不重来 我把整个web server 专案传上去 包含那个google档案好了 那 所以呢 很确定 web server 我把它放上去 哦 挂 哎 放上去哪里呢 耶 哦 这里 C-Sharp 是做web server 这一段 我把它放上去在这里 好 那 刚刚的是在 C-Sharp web server 好 那我这个连结 我也把它 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 好 OK 好 这样子你点这个 应该就会把刚刚我的东西整个下载 你就进命令列去去编译它 好 执行 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自己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刚刚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内容 好 比如说我这边改一下 好 看看它会怎么样 好 比如说这样 好 改一下 然后呢 你用这个 执行 然后呢 这边 OK 好 你可以修改一下 然后 执行 可以看到哇 变这样 好像怪怪的 全部都在同一行 那以 HTML的语法 对不对 换行 好 那再 重新显示 你会看到这样 那当然你这一连结可以放别的 放图片之类的 应该都可以 好 那各位就试试看吧 试试看 执行一下 这一个web社 不过它好像还有一点问题 我待会 如果解决掉再重新上传